三年十二亿,勇士老板这话让詹黄决定三左右为难,网友,二十九队摆烂吧!勇士老板乔拉科布终于要大出血了,今日他接受采访时,谈到了自己接下来的军作方案,拉科布说出,他惊人的野心,所有人,我要留住所有的球队核心,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他们的名字,今年夏天,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留住克莱和追梦, 拉科布霸气的放话,KD早就说过他想留在这里,而克莱和追梦也都没有想离开,我愿意缴纳巨额奢侈税,只要我能看到夺冠的希望,或许克莱和德雷蒙德相合同到期再续约,那没问题,但只要他们不想走,我和球队就会尽全力留他们,拉科布最后给出承诺,没人想交奢侈税,但我们已经决定了后面一定要交税, 任何时候,如果你拥有这样一个团队,你都不会想拆散他们,为了长久的成功,我愿意付出金钱的代价,如果按照拉科布的想法,勇士全员续约,那么从2019年开始,到2022年四巨头合同陆续到期, 他需要在三年里拿出12亿,这对全联盟来说简直就是噩梦,詹黄可能要好好筹划一下他的下家了,面对这么一个不计较奢侈税也要保留阵容的老板,勒布朗决定三必须找一个真正有竞争力的球队,当然也有网友调侃,下赛季29支球队宣布摆烂。 请按下,请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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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